欢迎收看Enterbox 今天要和大家聊聊 今年Computex 我们用了哪些电脑设备 来辅助我们完成拍摄的工作 所以才有了今天这期节目 在计划采访之前 我们评估了需要的设备 发现有一些不足 就是缺少了一个有SSD 的笔电以及SSD的外接装置 感谢厂商们听到我们的需求后 大方赞助我们设备器材 让我们今年在Computex 2019的采访工作上非常顺利 比起往常单纯介绍产品 这集更像是在和大家 分享整体方案和思路 也会带到我们的一些工作流和想法 首先要感谢华硕提供的笔电 VivoBook S410 UA 以下整理了一些原因 但想先和大家建立一个背景环境 比较能理解为什么会选这台笔电 我们需要的是一台轻便不会太重的笔电 帮助我们在拍摄期间休息的空档 可以尽快地将资料被分到笔电 做初步的分类 接着将分类好的档案 复制到外接固态硬碟和第二台电脑 这些都存完以后 代表现在至少已经有三份档案 才可以把记忆卡中的资料删掉 然后紧接着去拍下一个时段的采访 外接的固态硬碟是TQ特别赞助我们的583 Superfest 先前也有介绍过这个产品 我们看上的就是其快速的USB3.1 Gen2界面 里面的M.2 NVMe SSD是PCIe Gen3 by 2的通道 速度大约可以到900MB per second 里面我们使用来自Intel的SSD 660P 1TB的版本 虽然它是QLC的SSD 但我觉得反正我们有多辈分 坏掉的话对我们来说不会是毁灭性灾难 Intel 660P是PCIe Gen3 by 4的频宽 虽然放在583 Superfest 跑不出它的全速 但已经足够我们使用 假设之后我还是觉得太慢 没关系 我还有一颗之前开箱过的 TQ Rapid Thunderbolt 3 SSD 就把660P 1TB的SSD换过去读取就得啦 所以频宽被欺牲这件事情并不是那么在意 后面也会从更宏观的角度提到这一点 在笔电的挑选上 首先希望是13.3寸的萤幕 至少有FHD的解析度 低于FHD解析度的笔电 在现在这个时代 我会觉得看得很刺眼 所以直接不考虑 而直接去限制萤幕尺寸 就可以筛权掉一些比较重的笔电 因为现在13.3寸和14寸的笔电 基本上重量都在2公斤以下了 萤幕就不特别要求色准和反应速度啦 反正只是整理档案而已 也没有要修图Lightroom或打游戏之类的啊 额外会觉得加分的大概就是雾面萤幕 因为镜面会反光我不是很喜欢 所以如果是雾面萤幕会让我在心里加分 在速度方面因为我们需要快速的传输 最好要有USB 3.1 Gen2 这样才能发挥外接装置的速度 而USB Type-C更是必备 这样就不用额外带USB Type-A的转接器啊 手机充电器之类的 嗯...我知道这清起来很怪 应该是要说USB Type-C的转接器吧 嗯...我真的没讲错 那是因为我们团队其他人的电脑都是有Type-C的 携带的自然也都是Type-C的转接器和充电器 如果突然来了一台只有Type-A界面的笔电 哇...那真的会被我们排挤到死 也会间接提高我们协作的困难和风险 因此有Type-C这件事情我们看得很重要 此外一定要有SSD 因为拍摄的资料量比较大 我们又有时间压力 HDD速度可能刚好够 但会让风险提高 所以一定要是SSD 不管是SATA3或PCIe都好 换句话说SATA3是基本 如果是PCIe就更加分 这么一直在选完 VivoBook S410真的是一款不错的选择 大部分需求都有达到契合 S410UA前一阵子特价很便宜 我们也有做影片介绍帮别人选购的经验 为什么这次选择让S410UA跟我们一起采访呢? 首先萤幕尺寸方面 我自己觉得13.3寸是最好 而S410UA我知道它是14寸 但它有窄边框 所以体积上基本与传统的13.3寸差不多 会是我可以接受的范围 其FHD规格的萤幕也跟要求的刚刚好 额外加分项目就是采用了雾面设计 避免镜面萤幕的反光 VivoBook S410UA官方数据是1.3公斤重 先前我们测试是1309公克 其实差不多 当初我们的要求也没那么高 反正不要到2公斤就好 1.3公斤还是14寸 真的是轻的很多 因为我们都是在整场定点放在桌上使用 并不会带着边走边用 偶尔可能因为切换去不同场馆 才会有移动的需求 携带方面S410UA很好的是 它有附一般的笔电提包 提包里面的空间除了放笔电 还有夹层可以放一些充电线 充电器 转接线麦克风麦克风线等等 总共可以切成四个区域来收纳 线就比较不容易打结 很方便 S410UA总共有两个版本 都是采用Intel第八代的低电压处理器 一个是I3-8130U 另一个就是这次要介绍的I5-8250U的版本 I5目前售价不到2万真的很划算 I5的处理器对于及时整理档案上传联系 绝对是绰绰有余 加上其低电压的设计 也能带给S410UA不错的续航力 讲到续航力 因为我们在展场有很多不确定性的因素 因此能充电就会把S410充保 有突发状况发生时能有更多选择和处理的方式 S410UA的充电器非常小颗 大概是手机快充充电器的大小 重量也不重 只有144.3公克 充电器上也有魔鬼毡 收纳时会方便很多 大概比较可惜的是 S410UA没有支援Type-C充电 不然我们就可以更简化 少带一颗充电器 内建的是M.2 SATA 3的SSD 容量是256GB 它没有搭载任何传统磁碟的硬碟 所以带着走的时候我们也比较放心 除了本身的M.2 其实S410UA还有一个SATA 3的2.5寸的空位可以放硬碟 所以当初是有考虑放一颗SSD进去 就可以不用带外接SSD 这个想回为什么要用外接存呢 其实更大的用意在于 要达到快速复制备份到其他电脑 所以我们就没有采用为S410UA多安装一个SSD这个想法 之后有机会也想做一集 帮S410UA加个SSD 顺便也加个记忆体 不知道大家会想看哪个容量的升级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让我们知道 S410UA有Type-C 对于传输的孔位来说会很方便 机身左侧的USB都是USB3.1圈外 包括一个Type-C和一个Type-A 而右侧两个的USB Type-A都是USB2.0 有Type-C对我们来说真的很方便 因为我们目前很多设备都是Type-C 像是外接储存的SSD、USB号、网络转接、读卡机等 就不用重复Type-A Type-C的各代一组 由于我们是用相机拍摄 相机用的是SD卡或CF卡 好就好在 S410UA的读卡机不是MicroSD 而是标准的SD卡槽 别小看这个差异 这对有在用相机的人来说 真的是天壤之别 虽然你也可以用MicroSD转接进相机 但是大多数人的相机还真的都是用SD卡 虽然我也知道通常笔电的读卡机频宽都不会太高 可能是USB2.0的速度 而我们用的记忆卡的速度的极限 绝对都比笔电本身SD卡槽的极限还要高不少 所以平常习惯上都是额外用USB3.1G1的读卡机 把SD卡的读取速度完全发挥出来 在这次规划上 也是有用额外的USB3.1读卡机来操作SD卡 那你觉得我是不是白讲 反正最后我又没用到S410UA身上的读卡机呢 其实不会 因为对我们来说SD卡是很刚性的需求 如果携带的USB3.1读卡机坏了 不见了 忘记带了 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哦 而要是发生了 我们都还有S410UA身上的SD卡槽可以使用 加上我们有两台相机拍摄 假设时间上真的来不及 那第二台相机的记忆卡 用笔电身上的SD卡槽也可以传 所以虽然我们把S410UA的SD卡槽读卡功能定位成备用 而且最后也没有用到 但我始终觉得它的存在是必要的 完全不会觉得它是饥肋的存在 这个功能让我很安心 前面提到 我们用了PCIe Gen3x4的Intel 660P SSD 那为什么还接到只有PCIe Gen3x2 速度比较慢的Teku 583 Superfast呢 为什么不用速度更快的Thunderbolt 3的外接SSD呢 最重要的原因是 不是每个人的电脑都有Thunderbolt 3的规格 像是S410UA就没有Thunderbolt 3 但是USB3.1的规格呢 我们每台电脑都有啊 所以支援性和通用性 是最后决定采用USB3.1外接SSD规格的关键因素 那可能有人又会想到 可是SC0UA也只有支援USB3.1 Gen1啊 并没有支援到USB3.1 Gen2啊 这样会不会太浪费啊 其实不会 因为我们其他电脑是有支援USB3.1 Gen2的 所以我们还是有使用到583 Superfast 跑到全速的场合 以上就是我们今年在准备Computex前的思路和选择 实际上的状况也和我们预想的差不多 所以挺有成就感的 大家可以看我们Computex 2019的播放清单 里面也都有ASUS和TQ的采访 感谢各个厂商的赞助 今天的分享差不多就到这里啦 大家喜欢这样的影片吗 要请您按赞分享订阅Enterbox 那我们明年Computex 2020再见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Enterbox